中文字幕——YK 他也非常聪明 可能说适应这个球队也非常快 在目前康师队的后防线上 佐里奇绝对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关键人物 他不仅拼抢凶狠 意识出众 而且还经常插上破门得分 凭借超过1米90的身高 佐里奇成为了康师队主要的防空武器 不过或许您还不知道 当初康师队主教练刘春明 之所以选择佐里奇 主要就是看中了他这副好身板 因为我考虑到他一个是 主要一个是他的身体 再一个主要他的高度的投球 因为我们在 因为选择他呢 那么要考虑到我们队伍本身自身的需要 那么我们也需要一个这个这个 在指控上投球比较好的 有高度的 佐里奇所拥有的可不光是一副好身板 还有灵活的头脑 出众的意识和良好的职业素质 其实这些也不奇怪 因为来中国之前 佐里奇在家乡效力的 可是大名鼎鼎的贝尔格莱德游击队队 除了球技之外 热情爽朗的个性 也让佐里奇很快的融入到了康师队的集体当中 上个赛季客场击败四川冠城队以后 大家还特意为佐里奇举办了一个生日晚会 在康师队里效力了一年多 佐里奇不仅在场上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就连中文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你好 天津 我喜欢 我喜欢天津 我喜欢天津人 我喜欢 太大 天津人 好人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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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很难 左里奇的中文水平如此突飞猛进 还多亏了另外一个人帮忙 这个人就是左里奇的夫人萨尼亚 自从到了中国以后 萨尼亚就专门请了老师学习汉语 不信您听听 在天津我有很多朋友 他们是中国人 我喜欢跟他们 关一关弹娘道 吃天津菜 说中国话 你好我的朋友你好 怎么样 萨尼亚的汉语说的够地道吧 萨尼亚和佐里奇可是一对青梅竹马的恋人 他们俩都来自贝尔格莱德 萨尼亚比佐里奇小一岁 去年刚刚大学毕业 主修经济学 为了远在中国踢球的丈夫 萨尼亚主动放弃了国内的高薪职位 选择到中国陪伴丈夫 佐里奇非常有幽默感 而且很英俊 我们认识了很长时间 我们就像无话不谈的朋友一样 我喜欢她的性格 她是一个非常好的女孩 她在我们国内本来有非常好的前途 但是因为我在这里踢球 所以她也来到了这里 我觉得判断一个人不能只凭借外表 更重要的是要看她的内心 萨尼亚就是一个心灵好的女孩 当然她的外表也很美丽 可能是因为爱情的力量 自从今年夫人来到中国以后 佐里奇在场上踢球更加卖力 现在训练结束以后 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车回家 拜拜 佐里奇的家就在这家酒店式公寓里 可能是因为年轻的原因 佐里奇和夫人不喜欢待在酒店的房间里 她们更愿意出去走走 特别是具有中国特色天津特色的地方 您瞧 这天佐里奇夫妇就来到了南式食品街逛一逛 对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商品 佐里奇夫妇情有独钟 对手表可就不感兴趣了 走了半天也饿了该吃饭了 来到中国以后 佐里奇夫妇就对中餐产生了兴趣 他们俩最喜欢吃的食物就是饺子 您瞧 他们俩使用筷子这熟练劲 平时一定没少吃中餐 佐里奇说他非常喜欢康师傅队 喜欢在天津的生活 他希望长时间的在康师傅队里效力 帮助球队获得更好的成绩 这就是佐里奇 赛场上努力拼搏 赛场外精彩生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